各位观众朋友我们才关心今天的天气 那么今天全台湾各地的天气也还都算是蛮稳定的 那么明天的话天气跟今天比较类似 西半部还都是相当稳定 而且见语几率很低 但是要特别注意就是扩散条件没有很好 全台湾的这个西半部地区要特别注意空气品质 还有就是清晨的时候容易有误 可能会影响人间度 所以大家在交通安全上也是要特别的留意 那么这样稳定天气可以一直持续到礼拜六之前 礼拜天才会再有一波东北风的增强 天气才会再有一些变化 来看一下云图上面可以看到我们台湾上空云量很少 水气很少 最主要就是因为在这个范围都是高气压所笼罩的地方 所以无论是这个水气云量都很少 那么再加上偏南风 所以呢我们台湾附近风处是比较微弱 那么这种天气的话就是天气会比较稳定 但是就是这个扩散条件比较差 尤其整个西半部 又或者是说以北部为主的话 它的扩散条件会比较差 你要特别注意空气品质 那么另外的话呢 来看一下过来几天了 这个礼拜的天气大概到礼拜六之前呢 水气的位置都是在比较偏北的地方 我们台湾附近水气量都比较少一些 那么一直到大概礼拜天的时候 才会照顾下一步的东北风的增强 不过目前看起来这波东北风的主要影响范围 也还是以北部跟东北部地区为主 因为这个季节已经来到大概是春天开始了 所以呢北方的这个冷空气的势力也会越来越弱 所以目前看起来的话可能影响也不算是太大 最主要就是阴风面的天气会有比较明显的变化 那么其他地方的话呢 目前看起来降雨几率也都是比较偏低一些 要特别注意这个节约用水 另外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 外几天降雨的区域的话 基本上都不太有比较明显的降雨的讯号 只有山区偶尔有一些热对流发展起来的机会 所以可以看到过来四天的话呢 几乎都没有太明显的降雨这个讯号之后 礼拜四礼拜我们东半部地区 可能有些局部的零星的短暂争雨 另外来看一下在这个温度趋势的话 要特别注意是基确温差 北部的话低温大概20到21度 中午高温已经可以来到27到31度了 所以早晚还是比较偏凉 那么中部也是类似的情况 在白天中午的时候呢 还是可以到30到32度低温 清晨大概是21到23度 南部的话呢就更加的温暖了 低温大概24到25度 中午高温大概在这个29到30度左右 那么今天晚上各地的天气呢 大致上都还算是稳定 没有下雨的这个降雨几率都比较偏低 但是中部预表特别注意空气品质 因为催南风的关系 所以中北部的扩散条件比较差 空气品质是有机会达到 对敏感族群不健康的局势提醒等级 那么明天白天也是类似的情况 天气大致上都是稳定 都可以看到阳光 但是中部以北还是要特别注意空气品质 仍然不是太好 所以外出的话要特别留意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天气 我们明天再见 明天心 明天 aren't 明天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